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那我們來安裝手機架吧 首先它有附這個透明的這個 上去 然後呢 再把我們這個手機架 打開 要裝上去喔 然後再來呢 就鎖緊 鎖緊的話呢 就 兩邊慢慢鎖啦 鎖緊就好 不用把它吹到爆掉 好 這樣就好啦 再來呢 來裝這個避震器喔 然後把這個拆掉 避震器用的是指腹螺絲啊 然後放上去 這個拿起來 放上去 然後用這個扳手 然後放進去鎖緊就可以了 好 那可能因為它有螺絲膠的關係 所以它會比較緊 用力鎖緊就好了 鎖緊之後呢 把這個放上去 好啦 那 這樣子之後呢 就可以鎖緊 好 這樣就好了 它就有避震效果 還不錯吧 好啦 再來就把手機鎖上去吧 欸 還不錯吧 OK 手機鎖上去 OK 手機鎖上去 手機鎖上去 單手操作 還不錯 原本我以為它取下的時候 一定要雙手操作 但是我發現 你熟悉的話 單手也可以取下啦 嗯 就這樣 好 那我們就 邊騎邊講吧 欸 我裝錯邊了 好啦 找到它的一個缺點了 不小心就裝錯邊了 好 盧導 大家好 我是紅火熊 因為我把這個麥克風放到安全帽裡面收音 發現這個收音真的是爛到不行啊 沒辦法 以後再來買新的麥克風試看看吧 那今天呢 就是要來拍這個手機架啦 那各位知道模組化的好處嗎 其實模組化的好處有很多 但是壞處也蠻多的 先講壞處吧 首先呢 跟其他產品的相容性幾乎沒有了 沒有被納入模組的產品使用起來就會比較麻煩 再來講好處吧 1.體積可以減少很多 2.不會受到太多外型上的限制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做的比較好看 3.能相容的產品方便性也會大大的提升 4.未來如果還有繼續開發的話 比通用型產品有更多的潛力 像是真色充電之類的 5.可以滿足客製化的需求 總之大部分都是Z大於B啦 只要有持續開發 基本未來就會越來越好 最經典的麗芝就是蘋果手機了吧 當然現在也越來越多安卓手機在玩這個了 HONDA的重機也是玩這招玩得很兇 今天來用的這個手機架說真的 如果你不是專用手機殼其實沒有那麼方便 但如果你剛好是拿蘋果的恭喜你 你可以得到不同等級的用戶體驗 雖然它也有出通用品啦 就是全部的手機都能安裝的版本 但明顯它的優勢就不在這裡 至於順不順手這點我想廠商比你更在意 所以順暢度耐用度基本上都不用太擔心啦 奇怪會不會掉下來呢?基本上也都測試過了 不過我還是來做一個小小的測試吧 ⋯⋯ük 在冰箱上放入冰箱中 本來想要去租川崎H2來測試的 但資金有限啊 等400都租不起了 勉強又王牌代替一下吧 對了剛剛那個勤進去 應該沒有人去車庫還特地開導航吧 今天呢要去彎彎國測試一下手機架 OK我們現在來到了彎彎國 我們就來測試一下這個手機架吧 這台車真的有點久沒騎 感覺不順不順的 不知道吹不吹得上去 等一下來試看看就知道了 這台車的極限差不多就130 140那邊 等一下我們就騎個120 看手機架撐不撐得住 我們用這個舊手機來試看看 希望這個舊手機能通過測試新手機 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我們就出發吧 啊對了不要在台灣做這種事情啊 我現在人在彎彎國啊不一樣 好嗎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测试完成 最后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手机架吧 XGuard是台湾本土品牌 全系列目前都是Made in Taiwan 公司本部在台中 目前有的手机可有iPhone 13、iPhone 14跟三星的一些手机 也有通用版本的 脚座基本都有 如果是比较特殊的车款也可以先问看看哦 售价大约一组2000多台币吧 结束 对了你也可以输入折扣码可以省100块 Fire 100 当然你想输入别人的也没有关系啦 反正他给的也不多 最后呢这个手机架跟尾四盘也太搭了吧 看几张照片 好啦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